如果说比特币有周期有轮回 那么比特币的9月份是一个危险的月份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从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 比特币在6月份的回报率为6% 7月份是7% 8月份为负的0.07% 那9月份的话通常会负4%的一个回调 所以如果说历史是有经验的 历史经验的相似的话 那比特币在9月份的话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但是度过了9月份之后 10月份的回报有多少呢 比特币的平均回报率在10月份是可以达到26% 11月份的话上涨为36%平均 12月份为11% 所以比特币从过去这10年11年间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下跌的在9月份了 所以在9月份还是危险的一个信号 也是牛市开启前的最后一波最萎靡的一个月份了 那从上轮牛市来看的话 它在这个9月份 在去年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个回调啊 回调到在10月份都开始上涨 你看这一段开始上涨 出现了接近百分之二十多的一个回调啊 那从前几年来看的话也是呢 比特币的行情也是这样走啊 在9月份的话确实是出现了深度的一个回调啊 然后就开启你看 8月份9月份一般都是下跌 你看这一段 开始牛市之前 出现了接近百分之二十多的一个回调啊 所以说如果9月份有回调啊 那必然就是一个开始牛市的一个信号 9月份的话也即将降息 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 那么也就是在下周五宣告啊 到底是加息还是降息还是加息啊 这种情况啊 那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的话 从1989年以来啊 六轮周期啊 降息的一个周期中啊 除了1989年以和2019年周期以外啊 其余的四次降息启动当月啊 美股均出现了上涨啊 之外在降息后的一个月 三个月啊 六个月 美股的平均涨幅为0.5啊 百分之0.5啊 百分之0.9啊 百分之4.3的一个上涨啊 然后呢啊 在降息六个月以后啊 可能会出现了这种重大的这种危机啊 经济危机 然后导致啊 上涨啊 对一个平衡被打破啊 可能会出现一个回调的一个调涨的一个状态啊 那么这一轮的一个美联储降息的话 它预计啊 在未来十一个月里面降息210个基点啊 就显示着经济啊 软着陆的一个预期啊 非常接近啊 如果说是有规律的 那么美股啊 在整个降息周期当会有不俗的表现 所以说美股啊 可能还会继续上涨一波啊 上涨一波 但是在降息的中后期啊 可能会出现各种利空啊 比如说2021年的一 2001年的一个互联网泡沫啊 2008年的斯坦维之 以及2020年的一个美股流动性危机啊 也就是说市场在降息预期预期之内啊 是吧 在中后期可能会出现大幅度的回调 说说给到比特币的一个溢价空间啊 有是有啊 但是在10月份啊 11月份 12月份啊 可能啊 是比特币牛市的一个行情啊 行情 但在9月份啊 它出现一个超跌反弹之后啊 那牛市就正式的开启了 所以就目前而言 比特币来看啊 它有一个支撑点是在下方的一个52,600多美金 如果能够在这个位置能够支撑得住 那么这一轮牛市啊 它就在10月份啊 就这样是开启了 那如果这个位置跌到下方啊 20多天左右时间了 那在这个位置啊 跌一个7%左右啊 跌到53,000多4,000美金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能够出现一逼的 一波的一个反弹 测试上方的一个68,000的水平 那么牛市就正式开启 比特币的话 也会迎来一波的一个 牛市的一个高潮阶段啊 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 在三轮牛市当中的话 这一波的话 它是出现了一波反弹之后出现回调啊 回调它触碰这个绿色的线之后啊 那么目前我们绿色的线是在什么水平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的一个两年的一个平均线啊 是在下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啊 所以啊 大家去观察一下 这种位置啊 是否还会不会去跌破啊 这个3万4万多美金的水平啊 在9月份如果没有跌破这种位置的话 那甚至它没有去跌破这个52,000这个区间 那牛市的话就正式开启了 在10月份啊 所以 现在来看的话 很多朋友 就还想在这个位置做一个低空的一个操作啊 我认为的话还是 风险比较大啊 因为的话 行情的话随时都可能去逆转了 在这个降息的周期当中啊 之前的话也有很多种案例是吧 忽然跌一波之后 它无法再跌了 然后就开启的上涨的一个行情啊 所以就目前而言来看啊 虽然短期之内啊 它是有一个看空到下方的一个 5万6啊 5万5这个区间里面啊 你看 那确实是有一个看空的一个信号啊 5万7千多啊 那在日内的话 还是一个空单为主啊 但是从 我建议大家不要去场线去捏在空头啊 还是比较危险 你可以去做一些 投机性的一个行为 可以去这样去做啊 但是你要去场线去做空单 你就危险了 小心被套牢啊 套9个月啊 到10个月这个时间啊 因为的话 这个9月份的话非常非常关键啊 这里我就不再多说了 说他说多了 大家就烦了 但是啊 我还是认真的去告诫大家啊 现在的一个思路是怎么样啊 是吧 好 今天的内容的话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